《三角失踪》 《三角失踪》 我爸爸叫我去考训练班 那时候我17岁 没有想过当演员是怎么样 就是大了 拍《三角失踪》以后 电视剧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很习惯 在拍《三角失踪》之前 明天我想办的时候 在电视台门外 有很多女生拿着花 走过来 麻烦你可不可以帮我给梁乔伟 但是现在的花是给你的 我今天没有梁乔伟的 我是不是花是给你的 平常走着街上没有女生看我的 从哪天开始 我走着街上每一个女生都看着我 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特营之间你改变了人生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以为自己觉得很有能力 很帅嘛 比如特营之间回头忘 忘自己以前 你以为自己多扭不起的时候 现在想回来 我脸都红了 我从电视台走的时候 其实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有一天我特营之间说 拍完这个电视剧以后我不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那个鸟 冬天来了都飞了吧 这个圈红色的呢 红椒纸 CVST No.4 你珍惜4 没有开心的电影 Drama就是悲剧 那喜剧也是从悲剧开始的 因为悲剧比较容易了 就回到看导演 眼睛有 我自己有眼泪 他导演 女生已经进眼泪 没关系 可以 拍喜剧是很痛苦的 你做了很多 做了一带队 然后 看看导演 答应就 哎 这个 你 你就知道 对不对 那 你是不是被开始 还 我很喜欢杜晴峰老远他们那个 那个 拍电影的方向 杜晴峰对我非常好的 他们不骂我的 可能有些骂我听不到 他很多时候在演出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他的想法 他让我有很大的空间 就只去演 就是那个眼睛那个部分是 彭哥告诉我的 我们第一天拍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点问题 我觉得好像很凶 导演说 是 你这样子 头发很短 我不笑的时候 就很凶 然后彭哥就说 你这样那个 挪文就是 想要怎样子 真的 他想要怎样子 我听到以后 我 我觉得有点开玩笑 有点故意 但是后来我就想 故意也没问题 我就试试看 他们觉得不错 就是从这里开始 那个人物开始慢慢地出现 怕什么 有什么大龙凤没见过 这条照片我跟他拍着一起上的 你有没有中原电话 放宿那条老爷 有 中原 中原 中原了吗 中原了 来 来 定点 回到金马奖 真的没想到 因为我第一次提名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年轻 真的想不到 第49届的最佳男主角 他们说的时候 我回头看我太太 我想看看她有什么反应 我在看看她 那讲的是 在这上说刘青云 刘青云 刘青云 拥有众多代表作的刘青云 曾以目露凶光 入围36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这次在《夺命惊》中 饰演个性憨直的黑帮混混 表情 动作 性格 活灵活现 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她第二次入围 首次得奖 拍电影 不是我都有拿奖的 我是开玩笑 当然有拿奖 我 我要感谢金马奖 也要感谢 玩家 林先生 要感谢 杜琪峰导演 我的家人 我太太 我把这个奖 特别地送给 我妈妈 还有送给我 太太的爸爸 我在这里 非常感谢他们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谢谢 我只是看台湾电影 很大 很多电影就是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真的想象不到 回来金马奖 我就很开心 因为 对我来说有点 遥远 很远的感觉 很高兴 很高兴 很难形容 很难形容 真的很难形容 你们选对了 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下集的 很多人 我们下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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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